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越春秋 是东汉学者赵燕的个人作品 被定位为杂史一类 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 也许 小说 在众多的春秋史料中 可信度最高的是左传 对于这段历史节有提到 勾建派文种向夫差议和 尽管遭到吴子序的反对 但是两国还是议和了 只是没有说出议和的条件 除了左传之外 越宫骑士也有提到吴越争办的事情 因为它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 所以可信度也非常高 展开全文越宫骑士记载 呼其律略术姓 齐齐同心 以臣是吴 男女服 这段文献 虽然记录了吴越两国是陈属关系 却没有明文指出 勾建到吴国做奴徒 另外 郭语对于勾建求和的事情 也有三段记载 可是每一处都有不同 吴语中说的是 勾建让儿子和女儿取吴国当人质 粤语上 说的是 勾建和三百官员一同进入吴国 粤语下说的是 勾建和范里两人进入吴国 同为国语 为什么记载的内容有这么大的差异 根本原因在于取材不同 如今的吴语 全部取材于原来的吴语 而如今的粤语 属于个人作品 除了取材原来的粤语 还添加了许多粤史传说 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诗迹 在吴泰国世家 粤王勾建世家以及《无子序列传》都记载过吴越争霸 却都没有提勾建入吴的事情 只是说 范里语大夫这击入吴 粤语没有被太史公引入到实际 可见 他对史料考核的态度是多么谨慎 在众多史料中 国语粤语是第一个记载勾建入吴 吴越春秋是第一个记载勾建成分 换个角度考虑 吴国选择越国的太子做人质 吴一要比勾建做人质更加合理 既然国语粤语与吴越春秋的可信度并不高 为什么能深入人心 因为他们的情节丰富曲折 刻画了人物形象饱满 颇受影视剧的追捧 这也导致许多人认为 勾建为夫差缠过分 事实不仅不是这样 勾建甚至从未进过吴国 参考文献 实际 左传吴越春秋国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